誰決定的? 人類和其他生物的重量是由誰決定的? 你問問人類和其他生物 可能是個磅決定 應該是個磅決定 或者是個磅決定 或者是天秤座決定 或者是張玉山的瘦身堂決定 即是打多少報酬 有多少菌就走多少肉 其實這條問題在書中 可以很多地方適用 起碼港川市長 就經意對這件事有很大質疑 那港川市長講穿了什麼? 講穿了人類實在太多 在破壞這個世界的平衡 所以他覺得寄生獸 是上天派來的視者 等於IQ博士的小吉一樣 是天上面來的 又不是地獄來的視者 尤其是人類很多道理 藉口去維護自己 蓄意去剝削其他生物 你正在說一些貿易公司的老闆 剛才我們在說環保的問題 真真正正的環保和有偏見的環保 究竟是什麼呢? 譬如最近說機場第三條跑道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機管局提出的應該有兩個方案 而不是只有第三條跑道 就有優化兩條跑道的選擇 然後有些人討論 會傷害了很多白海豚 他們遊歌的頻道 有人會說 用不需要這樣 大佬我起這條跑道 會有九千多億的經濟值 那些海豚選擇是什麼呢? 但是我們理解的 就算不是為了觀賞他們 他們都有生存的權利 究竟環保是否一定要保障了人 譬如說空氣或大氣 是否一定要說 因為為了人要呼吸一些清潔的空氣 所以才叫做 才要進行環保 其實不一定的 為了純粹保護這個大氣環境 都可以是已經要去做環保 我想這也是今次在《體記生獸》裏面 一個比較深刻的想法 或者一個印象 其中一幕就是田川玲子 沒有做女教師之後 去了大學那裏聽哲堂的 即是做了妓女 其中一課 教授講到關於動物界的利己主義 這個問題 其實在他講完之後 我也有想過 其實環保某程度也可能是 你為了保護環境 只是希望自己更舒服 或者可能是一種贖罪的行為 未必真是你徹底地 希望所有生物都能夠得益 這是一個很大或者很廣闊 甚至可以說 廣義和俠義的問題 只是這些很簡單的對話 都足以令人去反思 是的 其實他討論的 亦可以滲入了一種倫理學 即是你剛才說的 是利己主義還是利他主義 公利主義 也有利己公利主義 或是利他公利主義 所以其實這本書 他給你掌握的東西 可以是多於一本書裡面的內容 還是你要想多少 新一在這些問題上 他經常是很模糊的 他當初是有一個很 一般人的想法 但每次 一被柔博弃 他便會反省 不知如何應對 其實我們查不到 明君究竟在大學的時候 讀什麼 也不知道他爸爸究竟是 教什麼科 即是教哪科 但我想說的是 其實記生壽這一段 雖然他用了一個比較商業的模式 去present這個故事出來 但其實他就是講人和大自然 你就是當記生壽是大自然 而人就是人 其實兩者是不排他的 而兩者是融合在一起共同生活 即是大自然沒有了人類 可能會沒有那麼理想 但人沒有了大自然 也是很多問題 所以其實現在 阿佑和新一 正正就是一種共生的關係 而他們在present的 是一樣這樣的事情 其中在書裡面 有一個人類角色 似乎是代表了某種定位 就是中後段出現的殺人鬼 鋪上 本來是一個殺人犯 但是他都好像家良 即是過副城 哈哈 他能夠有認出寄生生物的能力 所以就被徵召去做人欲女達 他其實就是處於那種人類最自私的一面 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 是完全不需要顧其他人的 某程度上人類的經濟 對大自然資源的剝削 與他這種沉迷個人享樂的 是同一個理論 如果每個人都不受節制的話 整個社會會崩潰 所以其實它是代表了一個最極端的方向 也是顏明君想借這個角色來批判人類 其實我看這套書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看完全版 有一封讀者的來信 他就問了顏明君 其實這個書的書題 寄生獸 這三個字 他問 其實是否在講人類 他意思是 寄生獸這三個字 不是在講書裡面的寄生生物 而是在講人類 是地球的寄生獸 我這一 為什麼 這個題目令到我這麼深刻印象呢 因為他這套書裡面 其實有探討到一些環保的議題 他有說過 我也有略略提過 其實現在人 有某一群人在做的環保 其實是否真正的環保 還是只是保護人類的環境 而不是整個大自然的環境 有可能只是一些姿態 最少都是為了個人的享受 而去令到環境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讀者看的東西 其實都頗透徹 其實港川市長 我覺得就是顏明君自己化身 他對社會的控訴是很大的 大到他找不到出路 他覺得 要硬起心腸到不理人類 嚇死他 要硬起些什麼 差不多 跟寄生獸一樣 消滅 人類 再受幾大的傷害都沒有緊要 越是能夠極端地損害人類 世界就越得到平衡 就是這本書他想表達出來的宗旨 之後《優柔白書》裡面的鮮水 其實都抱一個近次的觀念 所以其實很多人就是看完之後受啟發 很少漫畫 除了為什麼首寵會被稱為漫畫之神 普渣 大師的地位 他都是很多時候在作品裡面 能夠投射到這些令人去反思 回味的情節 但是你講首寵 首寵所表達的那些 我不敢說誰好誰比較差 始終都是屬限在人類社會人和人之間的關懷 但今次《牙龍君丁康》 講到話大很多 他講到人類和其他生物之間的關係 我想其實這個就涉及人類 作者本身經歷的事情 因為首寵是戰時的人 他經歷過戰爭 他經歷過打敗仗 他現在當前急務要處理的 或者去輸懷或者釋放的 是人心的建立 所以為什麼他會做的是講求人和人之間 他都講很多自然的環保 盡量不要傷害 因為他見到很多慘況 但是未必會去到要跳去講那個項目 就是消滅所有人 因為他不想消滅所有人 因為他見到很多人死 所以這就是首寵的背景 而最後是走了去 我們現在看到他很多不同的作品 還有還有一件事 他其實都相信人性是黑暗 因為你想想 他原本整個人 我看了一本書 他講求首寵的生平 其實他從頭到尾都想寫成人密碼 就是探討成人的關係 或者人性黑暗 即他本來應該叫首寵鹹蟲 不是 因為他本名叫首寵字 所以才加上首寵字蟲 如果他的名字不是叫首寵鹹 所以很難去這樣 買成人密碼不一定是鹹的 因為探討人性更多 叫首寵為人 但作為萬物之力是你自己claim回來的 你憑什麼去決定我們人類比起 一隻豬或者一隻蟻更大呢 所以是因為我認為 時代背景有些分別影響了他們 但是牙蟲君自己都 他借了兩個角色 其實他有作為人的角度 還有可能他企於自己是地球的一個靈魂的角度 最理想的就是港村所說 去到非人性化的 完全不理人類的 對於地球其他物種最好的做法 另外他也借回新一 最後要判斷究竟後藤打倒之後 是不是要徹底毀滅他 或者給他一個機會 這個就是反過來他作為人 他能力有限之下做多少 這個就是黃之華動督笑 即是怎樣 怎樣最環保 人死了就最環保 但是是不是要去到這樣 我們是不是要理解到這樣 反過來人在破壞環境 但同時人都是這個宇宙裏面的其中一種生物 假如我們不比其他人重 都不等於我們要比其他人輕的 或者比其他生物為輕的 所以未必一定要毀滅了人類這件事 反而重點就是怎樣去判斷 當然 每樣都自私 其實動物都有動物的本能 他一樣會殺其他生物 但只是在於人類應該怎樣去減輕對整個地球的破壞 我自己會這樣看 可能還是無法接受得到要完全毀滅人類 畢竟我和寄生獸都是一樣 我是不想死的 我想這個是生物的本能 只不過是我們進化或發展到另一個位置 是忘記了一些很原始的東西 即使有人很刻意地達到這個目標 即是要毀滅人類 都沒有可能做得到 即是人類的生命力太頑強 其實裏面呢 我記得又有說過一句 其實人類破壞環境是否不自然呢 即是否要完全不破壞環境才是自然呢 即是從阿佑的角度去看 其實人類都是大自然的一部份 只不過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在破壞大自然 即是他會覺得 其實是否一種自然 即是另一種自然現象來的呢 即是人類不破壞 可能星星都會破壞 我想他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他雖然可能很閃 即是不是你做我做 當然是我做先 不是你爆我做我爆你 即是那些爆瓶的東西 你不爆我 那我先爆你 但這件事有一個 即是我相信有一個差別就是 動物 即是你可能說其他動物都會破壞大自然 即是你想想想想 動物做很多事的基本目的 只不過是為生存而去做 即是可能他做爛坡樹 其實只不過是想找東西吃 但人類很多時候做的破壞 並不是因為生存 是因為我喜歡 我想 我想他表達我有多厲害 我有多可以控制這個世界 而他做一些破壞性的行為 即是我覺得他在某些地方 是想說 其實人類 因為太過自大 令到自己做一些 其實可以不需要做的破壞行為 對 有些人類是為了享樂 或是甚麼而做的破壞 即是冷氣 對 懂得冷氣 懂得咪咪 用電 類似這些 未必是為了說自己是最厲害的 但可能是因為人類想多些東西 是為了令自己享受多些東西 所以令到變異上 比其他生物更加破壞大自然 那時候大陸去年 還是甚麼時候呢 就有類似的 即是某一個豪宅的屋邨 為了景觀漂亮些 將他前面那些 沒有影響他們住宅範圍的森林 移平去 即是視野和他們的生存 是沒有掛鉤的 有啊 不用說大陸 香港大白 什麼大浪西灣 白納那些 為了建一間國際學校 要產平 產平交外的地方 是不是Bullshit呢 其實這些所謂的 為了個人享受 只不過是因為 你覺得你有這樣的權利 其實都是人類驕傲自大 所以顯現出來的一種表現 所以說到這裏 如果到最後 你有這麼多想法 其實對人類也有一個批判 那你會不會像新一一樣 選擇 親手了結後騰 還是公平一點 當他是一個生物 這樣對待 我覺得沒有的 因為 很難去做到完全無私的 但是當你去到一個 會影響到大家的生存權力的時候 當然必須要保障自己 就算你是一隻 一隻動物 都會有這樣的選擇 其實 暫後騰龍 新一最後這個斬殺行為 其實我覺得有另一個層次 因為寄生生物某程度上 是人類的天敵 如果在這套作品裏面 而為了保存自己族群的生存 其他人的生存 而去消滅天敵 我又不會覺得他是 剝奪了 他後騰生存的權利 這也是保障自己的生存方式之一 尤其是我想 讓我選擇 我會做新一 就是一樣的決定 因為你明白 如果我是新一 我明知道 我不在這裏搞定他 他復活了 基本上他一定回來尋仇 到時影響 未必會想到那麼大 是整個人類的群 他不尋仇也可以 他偷偷殺幾個人 何不殺白人 白人卻因我而死 以新一的思維 去到某個村落 帶了一些 喝了一些生物去 他都會覺得自己累死的 這樣的思維去推斷 到時他都一樣會內疚 到時都會後悔 這是我的看法 但因為最後這一幕 身一臨下手的時候 他是流著眼淚 他有少許懺悔 他真的站在自己 會不會剛好有花吹入眼 對抗不是很適合 但他的內心是有跟後藤說對不起 這是很微妙的描寫 如果大家剛才說的 很容易理解 因為我作為一個人 我只能夠保護我雙手觸及範圍以內 這個可能有機會傷害到我的親朋 我就解除了這個危機 這是很正常的決定 但去到那刻 其實身一致機都很難作出 當然因為之前阿佑跟他說 覺得這樣做 是一件很殘忍 很不公平的事 寧願交給阿天去決定 因為後藤也未必有機會翻生 但見到他這麼努力 希望求生的行動 你是會對生物的求生慾望 加一些分 我有點不同意 其實他做這個行動 他也下了手 很明顯 他哭其實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他 他是 因為他跟阿佑 經歷了很長時間 所以他開始理解 其實寄生獸有可能變成這樣 但後藤沒有變 所以他知道這是一個威脅 如果 譬如我們有些外狗人士 你見到一隻狼狗 即是在發瘋狂的狗 同一個情況 可能他也不忍心殺那隻發瘋狂的狗 因為你家裡陪伴你那隻狗 是很可愛的 所以他就會投射下去 但如果換我們不是外狗人士 如果遇上這一類 會襲擊你的這種 比較空險的生物 你是會下手的 因為你知道 真的不是你死就我亡 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 為什麼他最後下武功 是因為 他開始理解寄生獸 他有轉變的可能 但 可惜是後藤 他沒有發揮到 或者展現到這個 效果 他不拼搏 這個可能性的意思 對 這種決定很正常 對 這是一個很保守的方式 去處理了這個 潛在的危機 但他最後這個表現 令我更加覺得 最後這段內心戲 都是牙明君自己 他介於理性和感情 或者看成大局之間 因為本書經常有這些 內心掙扎位 他透過新一和阿佑之間的 辯論 價值觀的通突 令人感覺到 這是一個很難決定的出路 就算新一仗下手也好 都希望能夠把這個問題 帶回給我們 所以我後來才理解 我以前覺得 咬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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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毀滅 就是最好的做法 但我看完這個之後 很多年後 想回 其實是否應該 給我一個機會 如果資源許可 例如將他隔離 較為人道的做法 這就是他對我的影響 不用了 現在的政府部門 你不用咬死人 他都一樣 捉過毀滅 只要不聽話 他當是跌了銀包 你三個月沒有人認領 這樣就人道毀滅 沒有 不用說什麼 譬如一隻賽馬 即影賽馬 斷了腳就人道毀滅 但問題是 當然 香港可能未必有地方 可以適合他生存 但如果你放回他的原野 即使他就算毀滅 那他也有可能生存 不靜止毀滅 毀滅的都可以學功夫 毀滅的都可以看得到球 連天殘腿 只要他出賽的生涯完畢 就馬上人道毀滅 都那樣做 配不成種的 就是人道毀滅 應該是反思 最後也說說話工 這套真是很大震撼力 尤其是涉足漫畫界的人來說 對於這種話工 你覺得應該如何界定 我認為牙明君是一個很強的作者 但是他話工尤其是做平常人 我覺得那個表情是略嫌不足的 你說很差的不是 老實說不用一定要畫工好才可以出書 很多朋友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畫工並不是問題 而你亦想表現的東西也不是問題 只不過我覺得在表情上不足 如果可以再做得多一點的話 這本書我想真的不能頂到極限 但是你們會不會覺得他這種話 限制了是交不足那些戲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即是我每個字都懂 加上又聽不懂 你問吧 其他人可不可以回答這個 我把問題相反地去問 即是你所說的交不到戲是他的表情表達不到 會令你有疑惑 譬如那些畫再漂亮一點 會不會對整個故事流程 對於人物的感覺會更加容易理解 必然的 即是正如你演戲 你找阿嬌去做的戲 和你找影后級去做的戲 你得出來的結果一定不同 即是你表情方面 你表達比較豐富一點 或者容易看得到 你對你的表情的劇情其實有幫助 我當初對這本作品給我的朋友看 你對我對這本作品 你這麼看不開嗎 你對這本作品 你對這本作品 甚麼呀 暖暗的大哥 我肚傷你 今晚又被人吃了 肚傷狼 我給朋友說 這個故事也是一流 我當時是 首先租書屋的老闆推薦我看 我看完之後 發覺不行要買 即是書屋老闆推你 你就對你 你就對你的朋友 即是火車 今晚不是說這本作品 但我的朋友 他一見這些畫工 他就說不想看 沒有的 很簡單 只是正月福本身行 老實說 如果不是 這樣類比 我的意思是 一定會有少少人抗拒畫工 這是很坦白的 我相信是的 但我覺得 他現在這種畫工 我覺得是欺負到好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也有看過這本書 不怕說 我看的時候 可能是十嵩的歲 但我沒有看完 那畫工是一個問題 另外故事的艱深程度 又是另一個 看不明白 當時對我來說 有一個障礙 但我現在看回 即是 我當時看不明白 是OK的 即是很正常的 是的 我因為畫工 而對這本作品 卻步 是 reasonable 反而對我來說是一個 幸運 如果我不是的話 我不會之後 再拿起這本書 來再看一次 是的 我覺得 他已經足夠表達到 人類 即是 人與人之間的 那種 互動和溝通已經很足夠了 所以說非常豐富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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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些時候 究竟什麼是 麻木 什麼是 沒有表情 什麼是 不高興 在中間 是有少少的 不夠 我不是說 他真是很差 即是 絕對稱不上 絕對稱不上 只是 應該說 他是 在畫工來說 他 below average 即他不是poor 但他不是好 兩言不足 是的 還有我覺得 如果他再真實一點 就真的 畫面很恐怖 變成 他走去恐怖 即是 那些恐怖系列的漫畫 因為 譬如 不僅是 《紀生壽》 譬如 《歷史之童》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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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感覺 不 不唱快 即是有時會太悶 因為那個表情 每個人都像樣板一樣 很麻木 樣板都笑得很厲害 看得很麻木 即是 建黨大業 嘩 不可以說那部戲是垃圾 因為沒有這部戲 那部是建黨偉業 建黨就是偉業 建國就是偉業 建國就是大業 所以 會令到你看下去的時候 會感覺到有點平 尤其是 這個也好些 因為他多動作器 但如果是歷史之童 就會再辛苦一些 是啊 我剛才不是說 我的朋友覺得 那些畫不適合 然後他的妹妹看 他的妹妹經常看完之後 拿來問 這個是不是紀生壽 他覺得除了 真一和那兩條女兒以外 所有人都是紀生壽 因為 無口目面就是紀生壽 對 他就是用這個判斷 他曾經懷疑過 是不是老爸都被人上身 令我感覺到 原來真的有這個問題存在 不知道是否他 在求學時期 他畫的那些 全部都是抽象派 那應該是 除了 梁振英和唐英年 和范翠麗太之外 其他那些都好像紀生壽 真是無口目面 那幫勞真是最像紀生壽 不是啊 另外他們三個就是 強行練習笑那個 三目 三目 你笑得很假 真實 姓林那個應該是紀生壽 姓林那個是錄音機 記生壽裡面可以有錄音機 是 任波 變成金剛的任波 另外一個共生題 對 對 似三目的就是唐英年 喝紅酒 喝紅酒之後的樣子會變得很奇怪 大家在這裡笑 那 這部作品我們剛才已經看到哪一本書 受到致敬 受影響又向他致敬 很多 例如海芙 我一直都說得很像 好深 地獄之劍 固然是地獄之劍 最後又就是首藍 沉睡嘛 結果就是沉睡 第三集第四十八集 頭和心創是弱點 心碎人亡這個第一集 馬上找到很多疑點 然後是地獄政治 港村市長 很多啊這個 還有後頭就是胡魚女弟 胡魚女弟是他 其實阿福堅有很多忌生獸的素材 胡魚女兄就是 兩兄弟都有忌生獸的影子 另外鮮水就是港村市長 就是意識 粉洗質素 還有某些武器 一死死藥圈的劍 拔長了那一刻也有這樣的影子 也是異形變身的感覺 另外其實美國電影見得比較多 就算連遊戲也有 例如《Bowhazard 4》 剛剛也是 我剛剛也是想到 尤其是《Bowhazard》 我忘記是晚上還是什麼 你用槍打爆村民的頭 頭就會變得像寄生獸 性跳蛇一樣 一堆捉手 是啊 他帶出了很多短短的十期裏面 那些概念是消費到現在的 二十多年都還可以用 因為同類型 不要說超越 近榜的都找不到 這套東西真的應該給一些通識的老師 指導一下學生 當然未必一定要是老師才是答案 但是最初可以用來交流 可以討論 對 很多東西可以討論 對 所以這套東西 但是學生就會懷疑老師是多辛苦 哈哈哈哈 是這樣拔頭 哈哈哈哈 現在學生不拔頭髮 要扯其他毛 哈哈哈 例如蘇根 哈哈哈哈 你說那些封面 其實他的彩膏都很漂亮 我覺得他有很多 很多奇的封面都很有抽象畫的風格 的影子在裡面 我懷疑他以前做美術的時候 就是畫那些東西 即是達利啊 所以拔不起 抽象派那些 所以拔不起 達利是超現實主義的 拔掉那些東西 也有的 這傢似畫正常東西就不行了 所以這傢似挺有趣 畫到這麼恐怖 又不是至於經歷 即是不同說鬼故事 或者是神之左手 十三歲那些 擺明是封面 十四歲 不是這樣未生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作者 他 三歲半 啊 死了 你說作者 不是作者 死了 我真的有講過 他 其實他的畫 其實 是封面 應該說 主著是封面 其實他是想 營造一個 不太黑暗的氣氛 他是想 每一期的封面 他都想 營造一個 比較荒謬 而又 好像很真實的 樣子 即是好像大嘴的 黑黑笑 即是被林狗抄了 不知道 我覺得他比較像 畢家索的畫 抽象 那些 他想營造一個 比較荒謬 而又 又 又 又有一點點 真實的氣氛 在裡面 就算是封面 一個 格的畫 好像也在表達一個 故事的情節 我剛才看到原裝版 台版 東立版本 第九期的封面 我想起Arms Arms Arms裡面 那些 生物武器 對 生物武器的形象 其實都有很重的 寄生兽影子 尤其是釘石頭 在天堂上釘石頭 那一刻 拉帕姆 那一刻 很酷 那一刻 好像Arms也有出現過 但他就變成槍 噴射槍 塑了石頭 但要比較的 米奇那一刻 追擊模式 真的酷了很多 但沒有的 前人領開後人很正常 多到少少 很正常 所以作為 這個 怪異 SF漫畫 我覺得它是頂點的 如果沒有的朋友 都應該是買來儲一下 這些書 翻人的機會是少 尤其是不看都買一下 哈哈哈哈 已經翻進來做這些事情 買回來 袋子都不拆 就這樣放在這裏 是啊 幸好 這套書 多謝Terry 送這套書給我們 名謝Terry特約 我想這套東西 可能大家 今天都沒有人跟我們聊天 我們 很難聊的 這個題目 真的看過 大家一起再聊 就會有意思很多 討論版 可以深度討論 一些 即是即時一兩句 其實很難討論的 不喜歡看怪物的 就看他近年的作品 歷史之眼 但他這套東西真的有某種意思 有《怪之秦博士》 遲些 對 都賣定廣告 藍色的什麼東西 都市 我忘記這個副題 總之是去續寫手衝的《怪之秦博士》 我怕到時《怪之秦》全部病人都是寄生壽 哈哈 不是只有背背 不是 你想想 雅民軍又不是只有寄生壽一套作品 那麼多好東西 他那些日本古章歷史作品都挺好看的 好 今天就節目到這裡為止 下個星期就厲害了 7月1日 大家就帶著樂器去街 哈哈 帶著象去街 哈哈 吹那隻象 總之 不用理他們 這些人是神經的 因為 沒理由被人帶樂器去街 不是啊 別人是佛街音的 你們怎麼辦 我們佛街音是沒有樂器的 清唱的 我咬了個哨子 行不行是樂器 不是啊 我那次看見有人拿著小型的喇叭去佛街音 有 我們每年佛街音的時候都會看到 有些人在結他 小喇叭佛街音 哈哈 那麼另類 另外順便幫人宣傳一下 今個星期就是未完之約 明天 五月 某位 虎丑都會去表演 鼓壇最激手 哈哈 下個星期就是九龍城寨Only 是的 下個星期就是九龍城寨Only 下個星期就是九龍城寨Only 過了七一的集 是的 很忙 七一大家去彈結他 敲打鼓 逛逛街 七月二日就有機場公眾諮詩 第三場 七月三日有九龍城寨Only event 真的有很多東西玩 哈哈 有緣相見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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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